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选民都非常期待的 因为过去的做法都是这样 要有东西送 那么最经典的就是 纳吉在事无不选的时候 他那番经典的谈话就是 你帮我 我帮你 You help me Then I help you 但是西蒙上台之后呢 这个呢都要成为历史了 西蒙打着改革的旗号上台 选举要改革 这种贿赂选举的做法呢 是要不得的 必须把这个坏习惯给铲除掉 没错 那今天呢就有人帮 莫哈莫丁说话的是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组莱达 他说他的同僚呢 只是以民为本 才会忘了竞选期间呢 是不能够拨款的 他说 我觉得他也不是这么确定的 因为他是以民为本 所以他忘了现在是补选的期间 而莫哈莫丁快速道歉呢 就显示出 对方呢有马上认错 也没有含糊躲散 这是领袖的新作风 这名部长知错能改的作风呢 确实是应该受到赞赏的 但是呢 这一种做法呢 其实他也显示出很多 现在的这一些西蒙的领袖呢 他们的思维还是停留在 以往的思维 还是停留在过往的作风当中 补选的时候 就应该要有糖果 就应该要有好消息 就应该要有project 否则补选来干嘛呢 所以这一些的 这些想法呢 一直都根深在某一些领袖的脑海中 这是过去的思维 那么补选呢 是选出新的议员 来代表这个选区进入州议会 或者是进入国会里面 那么除了思维上要改变之外呢 如今很多单位都在这些补选当中 扮演监督的角色 除了我们熟悉的选举委员会之外呢 其中还有竞选门2.0 以及其他的公民组织 公民的单位 他们呢 都用放大镜来监视 这一些领袖的言行举止 一旦发现有任何的状况的话呢 那么他们就要召开记者会 然后公布他们的调查报告说 某某部长 你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你说了什么话 你做了什么东西 这些呢 很可能都会有选举的这个嫌疑 贿赂的嫌疑 不过话说回来 那现在撤回了这个拨款 维修是某月礼堂的拨款 是不是就说被取消了呢 祖莱达就认为说呢 莫哈莫丁呢 只是展颜有关的拨款罢了 他说其实呢 他的意思是展颜 避免呢 民众会误以为说 那个是选举糖果 而展颜而已 拨款是有的 他就以自己的房地产部 来做例子了 他说 他的部门也是有很多拨款 难道说宣布了 到时你又会说 我是为了选举而给的吗 所以呢 我都只是暂时展颜而已 选举委员会之前就有解释说 政府在世贸业举行 一般性的这一个活动呢 不会被视为违反选举法令 只要有关的活动 不是用来捞取选票就可以了 不过在补选期间 派送礼兰 或者是建议 我帮你维修房子 帮你建这个礼堂 或者之类的东西呢 都是违反的选举法令 可以成为败选一方 在成绩出炉之后 挑战你当选的这个理由 以及根据 那么选举改革呢 其实不是三两下就能够完成的事情 选举期间的贿赂课题呢 只是选举改革的其中一个部分而已 还有更多更重大的议题要处理 比如说选举制度的改革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选区划分 要真正落实一人一票 票票等值的精神 而不是说15万名选民也是一个选区 那么2万人也是一个选区 那么这15万人跟2万人 他们的这个票呢 就是不等值了 所以我们期待下一届大选呢 将会是一场真正的公正 透明和干净的选举 是 那今天的主编点新闻也来了 尾声谢谢志峰 今天带我们关注国内的焦点新闻 明天同样时间 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